班杰吉祥,各位同兄们好,我是柯飞 柯飞会分享修行跟打坐的心得 柯飞是今年43岁,来自槟城 以前在还没有修行打坐之前 柯飞的性格是比较暴躁 杠杆大声一点,拨动,撑心 被人吓了就会比较慌 然后在工作上班跟下班回家 回家后就是处理孩子,生活就是这样子忙碌而已 然后就是在有事情的时候就只有问神拜拜罢了 但是都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的改变 然后在没有工作了过后 生活还是以为生活会好一些 但是感觉上还是那种的忐忑不安 之后开始听法打坐沉淀修行过后 就会感到感觉到内心的平静 然后慢慢的调整自己后 自己的波动暴躁还有撑心恐慌慢慢减少了 过后最近有去医院院学的时候 因为槟城它是比较小的地方 然后在建筑方面停车场是比较少的 所以以前的柯飞如果是讲自己这样子出去了 过后没有停车场的话 柯飞就会自己掉头就回家了 但是这一次我是没有 然后还是会好像选择 再走去兜兜再找看有没有停车场 过后也许是有一些补报 真的是给柯飞找到那个停车场 然后再慢慢走路到医院区 最近财营也是会主动的要求跟阿姨们出去一起做供养 然后我就对财营说 哎这样子的很好啊 因为你自己这样子一起 就算是妈咪没有空 你可以跟阿姨们一起出去 然后可以去做散伐 累积自己的福报添加福气 过后会看到自己明亮 然后呢还会遇到贵人的扶持和指点 所以现在 财营她的功课上如果是遇到有问题 都是有很多阿姨跟叔叔阿姨们一起来教导她 指点她 这是柯飞的分享 谢谢 杀杀杀杀杀杀 点��支出 点满